其實說到這個產品 為什麼談到壟斷去了 雖然扯了有一些 有稍微一些離題 但是也挺有趣的 因為今天我們談 如果說要如何做出 人人想要的一個產品 其實Kenny一開始 就已經講到了一個重點 就是需求 你是不是能做出一個 有人有這個需求的這個產品 那怎麼做出這個產品呢 首先我覺得 這個我自己都能夠做一些分析 就是你要有很強的觀察力 你必須知道發現到我們生活中 我已經說了 我們目前所享用的這些科技 或者一些好處呢 都是解決人之前所面對一些困擾 一些不方便一些問題 當你解決我們生活中的問題 和困擾的時候 你基本上已經在產生了 或者發明了另外一樣 這個產品或者一個服務了 那這個東西呢 就能夠讓你 可能變成一個商家 一個企業家 其實換一個方式去想的話 其實不一定 其實是不是呢 就是不是可以做出 人人都想要的產品 而是我們企業家 我們商家 想出怎樣去包裝 怎樣去發明 讓你覺得 沒有這個東西我不行 也不單只是這樣子 記不記得一個賣鞋的故事 就是到非洲賣鞋的故事 對吧 我相信可能有些人聽過 就是說有兩個做賣鞋的這個sales 被公司派到非洲去 第一個去到非洲看到啊 全部人不穿鞋的 慘了我沒得賣了 結果就垂頭喪氣的回到公司跟老闆報告 那你知道他叫另外一個sales過去 另外sales過去這個非洲另外一個國家嘛 對不對 就看到說 哎原來哇 他看一下飛機太興奮了 非洲竟然沒有人穿鞋 所以每一個都是我的潛在客戶 結果他就做得非常好 就回來公司告訴老闆 所以你看這個是一個關鍵性的一個轉變 你今天你去到一個地方 或者其實需求和沒有需求 究竟是我們所製造的那個需求呢 還是本來那需求已經有 有沒有存在在那一邊 我覺得這是看我們怎麼去看 好 我們線上有另外一位 今天我們的嘉賓 他是Velvet Shin創辦人 還有執行董事 Dr.Philip Dr.Dado早上好 嗨 早上好 是 Dr.Dado您看起來很年輕 在你的照片裡頭 謝謝 謝謝 照片都可以修飾了 哈哈 你說的也對 就是在現今這個世代啊 所有的照片都能修飾 這也是一種發明的一個功能 也是可能符合了這個市場的需求 因為太多美美愛美了 現在不單止是小美美愛美 男生也愛美 所以全部人都要通過把自己變得美美 那就產生了這種需求了 就變成它是一個生意 所以想問問 對 請教Dr.Dado您 就是您開始一個生意 是基於這個市場 你看到有這個需求 所以你開始了這門生意 還是說你沒有發 就是說你是創造需求的那個先驅 我是其實看到市場有需求了 當然這個也是跟我的小時候的夢想有關係 然後因為小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這個夢想想要開一個護理汽車了 因為小的時候窮嘛 嗯 那麼很多時候在路上看到很多漂亮的車 然後就很羨慕 嗯 然後其實就發現到 其實為什麼路上的車雖然是很名貴 可是讓人家看起來為什麼不覺得那麼那麼名貴的 所以在跌跌撞撞下我就開始了解到 哦原來是因為他們沒有做好護理 所以汽車就沒那麼漂亮 嗯 所以從那邊開始我就已經說 哎 既然我不能擁有它的話 那麼我就可以做一個去守護它 去把它弄得很好 嗯 這樣子 所以就有了這個這個想法 當然也是試經過很多年了以後呢 那麼我就也是看到市場上有這個真正的需求啊 嗯 那麼呃 所以我才開始了這一行生意 所以Dr.Dado您就是一出來就開始創業了嗎 還是之前也是曾經有工作過一段時間 呃 之前呢 所以是有工作過啊 在在那個啊 Panasonic跟LG之間做Events Company 但是跟你現在的這個創業的行業沒直接關係是吧 哦 沒直接關係 沒直接關係 嗯 那經驗是怎麼來的 就是跟你現在創業的這個行業的經驗從何而來呢 呃 其實說真的經驗是啊 自己慢慢去累積下來啊 都有碰過很多定職啊 嗯 那麼才知道啊 呃 怎麼去做 怎麼去真正的去做好啊 哦 其實你如何去做你的市場調查呢 市場調查其實是呃 剛開始我做市場調查的時候 我就會找一班朋友 然後找一班朋友來說哦 其實你們的汽車都是否那個啊 是否需要個護理啊 那麼從那邊開始之後我就給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價錢 那讓他們去試看的 我們我們的啊 我們真正的護理的 那麼從中裡面呢 也多一點了解他們到底啊 呃 對汽車護理這行業到底有多了解多深啊 那其實我就發現到很多人都其實誤解了很多東西啊 嗯 因為一個真正的護理的話 其實他都需要一個很仔細的 很很啊 很長時間的一個去啊 去做的 那比如說我們講Polish 我們講說是磨車打磨車的話 嗯 那平時人家說外面的價錢可能都會認為說哎呦 打磨車一個小時就可以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並不是這樣子啊 真正哦 真正下來坐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才發現到真正一個好的打磨 它最少一輛車都需要七到十二個小時 哇七到十二個小時啊 對對對 你才能夠完全的把問題解決啊 哦 嗯 所以所以我從達磨的談話當中 我發現到一個特點啊 就是說 其實呃 生意它可以是一個 你發現了有這個需求 但是這個需求是人家不懂得自己怎麼做的 所以它就可以變成一門生意了 所以 對 但有沒有一個另外一個方式是 你發現了人家的需求 人家也懂得自己做 但是自己還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生意的 可以嗎 可以啊 呃 就就比如說可能是在做吃方面的吧 對不對 你說炒飯可能自己也會炒 但是為什麼你要到外面其實炒飯 所以 所以 這個是怎麼解釋呢 為什麼 就是如何 就為什麼還是可以變成一個生意 其實這個其實是我們講說lifestyle 啊 現在的lifestyle跟以前的lifestyle 都已經不一樣了 生活模式啊 嗯嗯嗯 尤其是在城市人的哦 他們的生活模式都變得很緊重 嗯 所以白天都在工作啊都很累了 回到家的時候想說哎呀 我如果說我還要去煮一餐 然後煮完了以後我還要自己洗完 全部東西 準備加滿東西全部都會花時間了 嗯 所以變成說現在的人呢 寧願花一點錢哦 就是讓外面的人來服務他們自己 嗯 所以很好 嗯 那如果說說是像您從事這個行業的 是打磨打磨這些東西 我們自己本身能不能買一套東西 然後自己家裡做呢 啊 其實是可以的 只不過是要經過訓練了 哦 真的要去上課 如果真的要去做的話 必須要去上課 然後去懂得怎麼去用那個機械 然後當然最後一個就是勇氣啊 哈哈 勇氣 怎麼說 對 因為你打磨車哦 可能會把你汽車的那個車器都可以打壞了 哦 嗯 所以是一個技術啦 對 我們馬來西亞人就不像美國一樣 美國他們很願意自己去學 然後自己去用自己的方式 去揣摩出來那個整個技術是怎麼去做的 嗯 這樣子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符合了一些看到一些需求了 馬來西亞人的懶惰 哈哈 惰性 我們也不願意花太長時間 因為因為打磨汽車 我自己也弄過 就是我覺得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 而且很耗時 你沒有那個耐心了 你還真的做不了 而且真的還不小心 你還會 你你你就是還會把它刮花 賠了夫人又責兵了 這樣子 嗯 那那那談到這個創業 其實像您剛才提到的 您剛才提到說 你是沒有這行經驗 但是你選擇在這行創業 但老人家有一句話說 不俗不做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了一個你不熟悉的行業來創業 它風險不是更高嗎 風險會高 但是如果說我能夠一直一邊做一邊學習的話 那麼風險就知道會變低了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雖然不懂這個行業的好 當我們進去這個行業的時候 首先必須要做一個市場的分析 所有的技術的東西 然後能不能請到一個專業人士來幫你工作 然後從中裡面請了專業人士之後 不只是想要Marketing這方面的東西 你也要想看自己本身都要去學習 怎樣去下手去做 當你有懂得下手去做的時候 那麼你會懂得更加多的東西 那麼接下來的時候 你在你的策略方面的東西 你都懂得怎麼去做了這樣子 所以身為一個老闆是不是從頭到腳 從A到Z全部都要知道 包括你說打磨汽車 你自己本身也要懂得所有的技術 你也能下手去做 才可以做才可以稱得上是一個老闆 不一定是這樣子 你要看說是什麼行業 如果在我們這一行業的話 那麼如果老闆能夠下手做 那麼自然當然更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顧客來的時候 他看到老闆原來老闆都會做的 那麼他這個時候 他就對這間公司的看法就不一樣 就覺得說連老闆都會 那員工肯定也不會查到哪裡去了 是吧 對對對 而且在管理方面 因為我知道有些公司就好像 必須靠員工本身的技術 這個專業 而老闆沒有這個專業 反而就會給員工起在頭上來了 所以這個是對的 是吧 所以你本身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那在你行業當中是不是每一個 就是同行啦 同行 每一個老闆都是像你一樣的 就樣樣都會 不一定 不一定 其實我其實說競爭對手 對我來說其實都是朋友啊 有時候我們都出來聊天的 那麼很多時候呢 他們都談論到 我們都談論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叫員工的問題 員工的問題就是 當員工比老闆厲害的時候 那麼久了之後 那麼他們就會多多少少都會做怪啦 自己變老闆 對對對 所以我們老闆就要爭氣一點喔 就要真的是要從頭 宣布的東西到學會 那通常你是如何培訓的員工呢 呃 培訓員工呢 有分成兩種啦 如果說他們已經是呃 比較已經有經驗了 那麼有經驗的時候 那麼我就會不同的方式去培訓 嗯 我們就會真正的啊 就是把它送到去比較專業的那些訓練中心 去讓他們去訓練 嗯 如果是從什麼都不會的話 那麼我會自己來啊 自己來訓練他們啊 就是從洗車開始 就要加薪嘛對不對 如果是沒有地方給他升的話 就很險啦 很累了 對我同意 那那那倒想問一下 就是呃 你有沒有緣 你的你的職員 就是學會了過後 自己跑出來開公司 然後變成你的 呃 所謂的同行的這個競爭對手 呃 當然是有啊 有遇過這種問題 有啊 但是呃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呃 你怎麼看待這樣子的事情呢 因為 因為我所了解到 幾乎大部分呃 手工藝的行業啊 只要這些學徒學會了過後 甚至技術可能很好 也獲得了一定的好的評價 加上手頭上有一些追隨的客戶 他可能就會出去自立門戶 然後自己就就就做同樣的東西起來了 對然後可能帶走你的客戶 是 所以你怎麼面對和怎麼解決 處理這樣子的一些事情呢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跟我的員工說 呃 我不不希望他們呃 就是一直以來都幫我打工而已 因為我的夢想就是 要希望他們也能夠成為呃 這個老闆 嗯 因為老闆才能夠賺到吃嘛 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會成長 當他們結婚的就會有孩子 有家庭 嗯 然後他們也需要去養家庭 不過我有一個不同的方式去做呢 就是 呃 我會說 你在那裡工作的話 像把如果是把公司弄得好的話 可能我會開一個分行 我看到我開分行的時候 我就會給你一些股份 嗯 然後你就成為一個小老闆了 嗯 但是你就要幫我去管理 所以 我在訓練過程中 其實我不只是訓練他們的技術方面的東西 在管理方面的東西 我都會給予一些培訓 嗯嗯 這樣子 所以 對我來說 呃 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很理所當的東西啊 嗯 因為他們遲早都會長大 是 其實 嗯 像達到您這個做法呢 是非常算是非常開明了 呃 遇到遇到你的這些員工 可能都很開心了 我覺得都可以直接 可能有機會變成一個小老闆了 嗯 那那那那這些在同行裡頭 是不是只有你這樣子做 還是其他的老闆也是採取你這種方式呢 其實很多很多老闆都採取這種方式 因為他們 可是他們做的有點不一樣 像說很多那些禁止保護膜啊 尤其是禁止保護膜這間公司 嗯 不是有 市場上都有很多嘛 太多了 那有一些公司呢 他們就做法是這樣子 才是牆壁心的逼員工去存錢 那麼到了一定的年齡的以後 那麼他們就會啊 是要給一個offer給那個員工說 你要開一間店嘛 如果你要開一間店的話 那麼你這個店 你現在存了多少錢 你可以你可以拿他們公司多少錢 那公司也會投資多少錢 來幫你開這間店 有這樣子的做法 有一些老闆呢 就不一樣 有些老闆就會給他們比較遠的夢想 那麼就是說 尤其是當他們當上投手了以後 老闆可能會幫他買一間屋子 他買一間屋子 然後就會啊 我幫他工二十年這樣子 可是你要跟我打工二十年 二三十年這樣子 那麼這個員工就會比較啊 難離開 就是這樣說 因為他們老闆已經買了一間屋子給他 那麼雖然是現在還在工著 哦 那麼老闆 你算是老闆是非常好的 嗯 這種是叫一種情義上的這種關係了吧 就是沒有簽約contract說 我買了房子給你 你就必須跟我打工 然後這個是我幫你供 但是你的薪水到哪 我也沒有扣你一份薪水 這應該比較情義上的一種一種關係拉攏了 是嗎 也有一些小部分是情義上的 但是事實上來說 其實這個老闆就是很厲害 就是這樣說 如果你不幫我打工 接下來這東西就是 就是歸回公司的 當然會這樣子說啊 這是口頭上會這樣子跟他們說 所以這些員工都會 對員工是好的 因為他會有一種鼓勵跟衝勁啊 要繼續的為這些公司去打拼這樣子 嗯 聽起來其實是蠻好的啦 只是另外一個 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有一點武則天的感覺 哈哈哈哈 就是我要號召天下 然後我給你 你順從我我就給你好處 你沒有順從我 你就好之為之 對啊 哈哈哈哈 是是是 那在整個這個營商經商的過程當中 到今天為止 達到你有沒有面對一些比較大的一些什麼挑戰呢 嗯 挑戰是顧客對於我們的信任度啦 那個因為 因為我是開在我的 開在比較高級的一個住宅區 嗯嗯嗯 所以你知道就是高級住宅區 他們都很希望說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服務 要求也比較多 對要求比較高 所以我們也是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來跟他們建立這個信任的關係 哦 是不是你那個開店的那個地區呢 跟你產品呢 就是你們的呃 定價是有呃 間接關係的 嗯嗯 其實是有關係啦 因為畢竟我們的價錢都比市面上比較高 就好像說為什麼 因為我都跟你說了 打磨車 我最少的花一個七個小時來幫你做打磨 然後你不能夠拿我的價錢去跟外面的比 但是很多時候啊 他們就一下子說不敢去試 不要去試先 要先看 看別人試先 如果別人試的好的話我才來 嗯嗯 因為在我的附近呢 也有幾間比較啊 也是幾間的汽車護理 但是他們的做法呢 就是比較啊 不注重在quality 他們要是quantity 所以價錢也特別低 現在顧客就會拿他們來跟我比 可是我每次都跟顧客說 你不能拿他們來跟我們比 因為我們所做的東西都不一樣 嗯 所以說 嗯 那通常呢 是怎樣 就是讓顧客知道 因為你如果是新開在一個地方 這樣子你是要怎麼樣 就是做什麼marketing的手法 讓其他人知道嗎 或者是可能你有做什麼promotion啊 那些這樣子嗎 嗯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東西 這些東西都有做了 我都有派過傳單啊 然後我當然也有設 網上也是有做一些一些一些東西 就是好像Social Media的東西 Facebook 然後還有就是 Website那些東西都有去做 然後當然也有拍了一些Videos 能夠讓顧客去看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說是 口傳呼 Bout of mouth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為他們的顧客 所以當去當地點 那個地點的顧客 當他們有人說一句 哎 Website是一件很好的公司 這樣子的話 其實對你來說 這已經很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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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 因為會人傳人的以後 他們就會越來越多人來嘗試你的這個服務啊 嗯 那你你會你會把你你公司的產品定位成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產品嗎 還是說他有限定的某一些階層才能夠才需要的一個產品 其實啊這個產品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除非他是不愛他的車啊 然後對啊 因為為什麼 因為汽車啊 如果要 如果你有保養的之後啊 當我們要換車換什麼東西 價格都會比較高 然後我時常都會跟我的顧客講啊 汽車就好像我們的家人這樣子也是要照顧的 嗯 因為 汽車也是代表著我們的身份啊 因為當你駕兩次 不管你今天是駕MyB還是你駕什麼 其實讓外面的人看起來哈 如果你是很乾淨很亮的話 那麼人家第一個impression對你來說 就覺得說 哎 這個人是蠻乾淨蠻不錯的 蠻正洁的 那最後一個好的印象 嗯 假設我們男人喜歡戴手錶戴好的手錶啊 這些東西都一樣的東西啊 嗯 就就其實有人說 就車子就像男人的小老婆 哈哈 所以要戴得出街的話 你要把它扮得美美才行啊 不然的話就出不到街了 就覺得很沒面子 是這樣子啊 哈哈哈哈 那你覺得折扣這個行銷方式是必要的嗎 還是你覺得我堅持我的品質 我不做折扣 因為折扣會覺得讓你覺得可能你的商品變chip 其實啊 折扣這個東西啊 它很大的一個一個幅度力 不是不是幅度力 是講空間的 嗯 其實對我來說 我不會隨便給外人一個折扣 是因為第一點 我就是要保持那價格 不要不要變成一個爛價 因為顧客是 我不是說顧客不好啦 只不過是顧客 當你一直給他好的東西 將將來你就要面對一些東西 就是讓他們會折扣你更多 當然就是 為什麼現在我會跟很多同行的人 都會成為一個朋友 其實可能同行的人沒有試過這種東西啦 我會 當時我還記得 當時我就穿著我公司的一個uniform 然後我就走進很多competitors 就是講說我的競爭對手的那個店 那我進去的時候 可能人家會覺得我在台場 其實不是 踢館 對踢館 不是 我說 我說其實我今天來只是想跟你交個朋友啦 因為第一點 我不希望我們將來 將來以後是一個價錢的戰爭 我說不是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賺到錢了 所以我們能夠做 就是保持一個價錢在那邊 因為我們要做的東西 主要東西 就是我們要給到顧客 最好的一個服務 跟最好的一個品質嘛 嗯 所以就從這邊我就認識了 很多很多不同不同的人 所以大家都很同意我這個東西 就是說 折扣 折扣是不應該這麼爛 爛給啊 就是不是打爛價啦 對不對 不是打爛價 或者說顧客就面對到一個東西 市場上都很難找到一件好的一個護理中心 嗯 對啊 嗯 好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大多 你跟我們這個分享了 那我們也學習了非常多了 希望有機會可以跟你了解更多 或者學習更多汽車保養了這方面的知識 好的好的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你 好 再見 拜拜 拜拜 談到今天我們談到雖然很多聽起來似乎跟我們今天的課題主題有一點的這個出入 但是實際上都在裡頭 全部包含在裡頭 包括我們談到的這個東西就是市場需求 今天你要怎麼伸出一個人人要想要的產品呢 其實這個世界上應該除了空氣和水和食物之外 沒有一樣東西是你你非要不可 對 對吧 應該沒有了 但即使是食物你也不見得每一樣食物你都要 有些人可能不吃這個有些人不吃那一個 像我就不吃肉了 所以可能肉對我來講也不需要了 是一種不需要的東西 那我就想說是不是人人能夠做出一個人人想要的產品呢 我覺得是比較困難的啊 但是我們可以針對不同的市場做出不同的需求 就像剛剛的 他做出的是一個市場需求 就是人們現在以前沒 在更早以前沒開車的 你坐牛車馬車你就沒有 這個市場就沒有了 對不對 但是自從有車過後 人們對車的保養開始逐漸逐漸的就增長了 尤其是這些豪華車子也多了 你就要想要這樣說了嘛 就是男人會把車子看成另外 小老婆 小老婆是我說的 所以是面子 它是一個面子 所以你保養的好 它就是一個產品 所以這是一個市場需求 我們首先要從生活中發現這個市場需求過後呢 我們就要懂得把它變成一個商品或者變成一個商機 我們把人們需要的東西把它變成一個必要 對 沒錯 這等於說是滿足一個這個需求吧 那當你滿足它需求過後 你要怎麼樣能夠改進改善呢 另外一個就是你從他們的feedback或者是testimonia 你會知道說testimonia其實主要是用來宣傳產品啦 宣傳的服務 你看我的客戶用多好啊 就是他們多好去宣傳喔 你就這樣子能夠得到更多的客戶進來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見得是讓產品變得更好 變得更好是來自人家的complain或者comment OK 他們用了有一些問題或者發現你的服務有些不好 或者需要改進的地方他告訴你 那你就能把產品變得更好 當更好的時候就有更多宣傳 那就更多人會來用你的產品了 這也是一個方式 那當然還有就是可能你要選擇一個比較適合的一些商業模式 包括人流物流金這個現金流等等 你都要了解到 還有一些關鍵的四個步驟 比如說如何能夠快速打造最精简可行的產品進入市場 那比如說你要了解的是可能 五個W一個Hatch 或者是可能比如說 誰在使用你的產品 Who What 就是建立一份使用者的需求清單 他們需要一些什麼東西 甚至如何能夠讓使用者感受這個體驗 這種設計就是耗還有甚至多少錢就是價格定位 市場定位價格定位等等都是製造一種讓你需求的產品 所以簡單來說呢到今天為止呢我只能夠說 人人需要的產品暫時還沒有出現 除非有一天這水源已經孤節了沒有辦法你是唯一一個生產水的人 但是這個你又觸犯了法令叫做Monopoly 那個Legal的這個法令對不對不能壟斷 所以就希望在聽了節目的你如果你打算做一門生意 請你細心細心的去觀察一下人生活就是你要創業你不懂怎麼創業 從我們的生活中著手細心的觀察你可能可以找到一個方式創造出一個產品 也許還真的是很多人需要那就恭喜你 你可能成為世界五百一百大企業甚至是富翁了 好了那今天呢兩位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沒有了沒有了那好了那我們今天呢就跟大家暫時聊到這裡了 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你的這個市場定位找出你能夠為人類貢獻的一些好產品好服務 那我們明天繼續天馬星空再見